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亚洲最佳展览的城市 就一定讲场地 这个第一 场地不好 其他点好都没用 场地接着是配套 场地就讲大 或者安排得宜 包括他进的货和观众去的方便 又或者停车这几样东西 为大家展览方面 要来参展那些人 你要提供几样入口的方便 如果打入口打品 搞不到就很麻烦 来展览是不是有可能带一些物件来呢 最新的有些产品他会带来的 走的时候 有些不是来卖的 是要带走 因为有些东西贵的 你又能够当它是临时入口 有个时期 澳门这方面在回归前 澳门时期是搞不好的 澳门都改善了 另外一个就是 令到那些来参展的人 他吃着都舒服 当然做得有得玩 玩就是其次的 但刚才说的那几样东西 澳门是挥赢了很多的城市 你难得就是赢了香港 赢了内地 赢了日本 新加坡 南韩 这个很难得的 去看展览 南韩 日本 新加坡 我都没去过 就是展览看 香港 澳门和内地 内地我主要是讲广州 因为我一般都去广州看 其实很多人说 你身为一个澳门人 你肯定在澳门的面上贴金 你太个地方注意了 我比较客观去分析 我们的劣与币 我们也有币 我没理由每一百分 但平均分我们是高的 币没有人这么币 优就是被人优 平均分我们高了 我对比 你说 澳门设施的优势 会是不断扩展的优势 不是保持 因为我们的展览会场越来越多 而且设施是越来越新和先进 最近那个 用来做演唱会的一个会议中心 又可以做展览馆 这个就是一个场地 我们赢了 第二个最重要的 就是我去了几个地方参观这个战纜 我先讲香港 香港 你想駕駛车去看 你参观这个战纜 非常之难运车 当然香港的集体运输给澳门先进 所以他可能会忽略这件事 正正他忽略这件事 我们澳门 因为有很多参观者未必在酒店里住的 他可能在其他地方住 那他泊车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或者他有一些伙伴 或者有些朋友搭他来 所以澳门所有每一个参观的场地 就是做战纜的场地 都有大量的停车位 就是要考你 如果你要列出场馆 你随便列出哪些 其实澳门的场馆 譬如威尼斯人 譬如现在的银河 就算比较小的鱼人码头 也是有很多车位的 所以他计算很多不同的 还有一个鱼人码头 现在算是一个比较适当的 但是他的配套很齐 他有酒店在附近 只是在鱼人码头 吃住 玩都可以 而且澳门的地方 其实小得来有好处 老实说你去到廣州 爬州那里参观 你出回市区 有个地方没有酒店 但是展览也不错 旅游塔 旅游塔还做美食节 你记不记得 有些外来的 包括台湾 马来西亚都参加过 原来澳门特区政府 就是为他解决一件事 就是交通 预备了多少架旅游车 旅游车输送人的 或者有多少的 特别的运输车 是帮他解决 有些东西是要运来的 这些就是澳门特区政府 是跟他想到的 是吧 还有些场馆 一个很巨型的场馆 辉哥 是被用的 而平时没有用的 澳门弹 万一有什么大型的展览 或者中国的一些国家级的 可以用那里 有个也是新的 新得来比银河 有些比银河 就是在中复 中复体那里 就是在近住立法会那里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展立像 肥新呢 国家安全展也在那里 我想呢 澳门弹已经不用用了 我敢说 就是用得少了 澳门弹整体的设施 是不及现在这些酒店里面的 演唱会里面的场地 包括音响、灯光、泊车 出入和座位 因为你毕竟都是二十几年之前的设计 毕竟你是要计成本的 这些酒店里面的演唱会的场地 他们真是不计成本的 他们因为其他方面找到钱 澳门弹只是有支出没有收入 所以一个没有收入的 一定要量入为出 但是澳门弹的 车位是相当多的 是吧 所以如果那里做一些补充的展览 兼或者会议 因为选特首都在那里选过的 我觉得这个场是可以避 而不一定用的 澳门弹呢 我反而觉得呢 他专注在做体育的方面 好似最近有个消息 就说要做一个国际标准的榴兵场 这个非常之好 澳门弹也做过榴兵场 你记不记得 所以这些地方呢 它是以运动作为一个主要的功能 那大家都说澳门运动的地方不够的嘛 就是场地不够的嘛 不如将它这里 当然它可以用来灵活去做任何的 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场地 是不是真的要用到澳门弹呢 是吧 当不用 你是不是有啊 那你也是觉得自己可以放假 现在我们归纳回来 说回来 澳门所拥有的条件 是很丰厚的 做战纜 包括我们现在是考虑着 用还是不用它 不是有没有得用 这个是我们 在选择用谁 你说的那些战纜 大型的战纜 我又说一些普通的战纜 一些艺术的战纜 艺术品不会太多的 那你也见过的 一些书画展或者艺术展 是不是可以在一些大型的酒店 美斯 美高煤 美高煤金店 威尼茨人 旅游塔都展过的 真的这些场地 就真的不计其数了 我想澳门有这么多间 大的综合度假村 我们现在不要说酒店 我们应该是转一转口 是说大型综合度假村 其实可以做很多事 你刚刚说一些的 艺术品的战纜 我们人呢 毕竟都是滴不到天气的 一定要在一个地方 在室内有很好的空调 有很好的周围的配套设施 包括厕所 是 即是你现在综合体里面 医疗也是的 具备了所有的优势 那我们说回 在一些展览场馆 因为人多 我们澳门特区政府 配合一个急救 还有消防 你也看到的 是做得很好的 刚才你提到渔人码头 渔人码头还可以做一个展览 其他地方做不到的 即是澳门其他展场 就是游艇展览 都做过了 是的 其他地方怎么做 因为他都开宗名义 我叫做码头 我不是在那里展示游艇 谁能在我左右呢 难道在柏位 青州堂那些吗 当然现在 可能整个时势 游艇现在 经济的状况 不是那么流行的事情 收工之前 我想有提一件事 我想到是好东西 今年是不是第七十届 格兰披士大战车 预备玩两个星期 其实可不可以找个地方 类似以前 在塔石广场那里 其实是太小的 就一次过展出 既然都来到 两个星期 所有的战车 就辉煌了吧 气氛应该很好 澳门绝对有条件 有啦 威尼斯人也有 有很多条件 所有战车 我想这个也是世界之罪 不妨 不妨 赛车委员会 格兰披士大战车 想一想这条 当然 不会步步齐了 因为有些要赶去其他地方 比赛 有些未来得及 诸如此类 但是可以有条件 摆在那里 给大家参观一下 这个战车的 是啦 这个是世界的创举 希望大家能看 甚至有地方剩下 有些世界的高级的车厂 都可以展出它 平时的商用车 是民用车的 是吧 商用车可以很巨型的 尤其是电动车 可以趁着这个时间 做一个车展 包括赛车展 这个真是世界之罪 要不需要叫马生来呢 Tesla 马生来呢 马生会来的 会来是吧 因为它的香味在那里 开娱乐场 多谢辉哥 好 另外一件要更正大家的 我看到网上有些人错了 辉哥一起听一听 今届是不是七十届 第七十届 第七十届 有些人说 是七十届即是七十周年 不是不是不是 第七十届即是六十九周年 一届未必代表每一年 它中间会停的 也不是这样 就算是七十届 现在就没有停的 有有有 只是六十九周年 是二战时停过的 不是 五四年第一届 有一段时间就停过 五四年第一届 你说世界其他地方 有些人停过 一九五四年第一届 你就算数吧 是吧 现在七十届 加六十九上去 第二届其实是一周年的 是是是是 但网上的谋物就是 七十届等于七十周年 你就当它 明白明白明白 别说哪里停哪里停 有什么理由第几届 就是第几周年 那是不是第一届 就是一周年 都未开 希望大家注意 第七十届即是六十九周年 好 多谢辉哥 是不是 呢 不 你 到底 espe